你好,财经揭露,喂,大家好,这部片出街是8月14号的,喂,大家好 我们就讲讲鼓吧,讲碧桂园还是讲什么呢? 那麽就讲拜登,出到他这个大财演,这个大财演出来说话,中国面临经济困境,成为这个计时炸弹 我没想他意思都是讲碧桂园多的 你觉不觉,如果单单一单碧桂园,就不用这个拜登大哥出来说话 中国外交部就骂他,你只是搞唱衰中国,你这么低能的,这样骂他 有多麽大获呢?神经病 其实你觉不觉,何时光,今期西方国家什麽财演都出了 就是诺贝尔奖,这个全部粒粒明星都走出来唱衰中国,似乎开始一个全面的金融战 接着第二个碧桂园,哎,铺天盖地,碧桂园终极齐齐出事 中国开始步入日本式的萧条 这个龟公仔这样说话 不开名了,不开名了,因为我看他也弄得漂亮,一幅东西拿出来用了 终极齐齐出事,终极是什麽来的?是一间国内的金融公司 那里面呢,其实是hold着很多房地产的资产的 那也都是有天文数字那麽多的债在外面 那也都在国内,那现在说给不到钱 那其他碧桂园之外呢,负力啊,总之是周围都是消息 那似乎呢,就来着中港股市呢,就要面对挑战 那,何志光,我们一向都觉得的,恒大爆煲,碧桂园爆煲 对中国影响有多大呢?会不会有致命的影响呢? 何志光怎样看?我当然不认为有致命的影响 我也不认为,他说是日本式萧条 那你地产商有事,那就日本式萧条啊? 说什麽东西啊?大佬,是不是发花瘋了? 如果你中国那间Tesla倒闭 Tesla是美国公司,但主要生产在中国 你说Tesla已经倒闭了 整个电动车全部瓦解 那你说中国暴入日本式萧条 我某个程度上都会顺顺的 但最重要是Tesla要先死 Tesla不死,那你中国怎样伤到国本呢? 你地产商倒闭,那楼盘是否交不到给业主呢? 那阿爷怎样会让他这样发生呢? 他倒闭就倒闭了,业主继续收楼而已嘛 就是西方的做法和中国国内的做法不同的 那你恆大也好,碧桂园也好 你不是说执就可以执到的嘛 而且我也觉得手法似乎 它变成一只僵尸企业,但是就不会执 恆大喝招呢?和恆大一样 搞了两年都不粗粒的 碧桂园就僵尸化了,总之楼盘交到 但是你这些债券股票全部出事 那我就中了 国内的债券我不知道会不会出事 可能...拖下咯 你那些债券会影响到...你还不到钱会影响到中国国内的 他可能阻查又阻查,把你收到的资产都拿出来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总之是弄到里面就不会那么大事 保交楼这个就一定的了 而至于海外那些呢 那没什么的,大家谈好数 那就谈好数 不过我这条数就有时间都谈不够了 何志刚 恆大会故事 一模一样 所以没问题的 不过要明白就是中美之间的争斗 这个阶段 既然市场真的很多消息 全部都对中国、香港不利的 对香港就极不利的 我就承认 你说香港受重伤 那我就觉得是的 但是你说大陆因为碧桂园受重伤 我就不相信的 但是香港真的都伤伤的 因为其实我之前都说过了 在我自己身边早几年看到的 他们是卖到很紧要的嘛 那些内房债 对不对 那在这个组合里面 有一件这样的东西你都大获了 你都差不多 只有价格而已 你又不能够套演 是不是 那其实对投资者来说很大获 海外投资者来说很大获 哇 喂 卖那个在Ibank做东西的那个美女 都住中半山啦 卖这些东西卖到 那你说的量多大呢 他抽你勇就已经发达了 所以在西方国家或者在外面来说的破坏力就肯定是厉害的 那现在呢市场非常之悲观 也都非常之大压力 那对港股对中港股市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过了这件事情之后可能就已经有另一个天地了 那我和何志光都觉得 就是看下怎么办 特别我自己也看下怎么办 我又不会说很悲观 不过我也不会这么轻易说 喂 那 那没有事的 没有波动的 那我也不能够当美国佬吃齋的 大哥 是不是先 那大家就用心去看 那我看一下恒生指数先啦 OK 那恒生指数那一年图日线图其实不太太 其实 那他好像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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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攻势这个下在香港中国 那么多坏消息散播 那会不会炸下去万八的审物更低呢 大家拭目以待啦 那另外碧桂圆我们看看碧桂圆的股票 那你见到下面是短线图 其实星期五这么差的消息呢 落过去其实就反弹回来的 所以你见到有个铁在那里的 你那个日线图那里 其实就比想象中好啊 星期五很多地产股都是做了个铁的 那我看了今个礼拜怎样发展啦 但碧桂圆长线图来说就极之大破坏力的啦 那由十七个多跌回到低于一元 那非常之大破坏力啊 那就是应住这里啦 千万不要买了股票是这样啦 那那那关于港股啊那些 那今个礼拜有时间之后再说啦 那喂 嗯 嗯 嗯 说回 跟进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长实在这个油堂卖楼啊 嗯 是 那 一下就卖完了 那这个这个跟我们的想象中 就是都都估到的结果是这样啦 因为 因为既然大家那么努力 去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没理由脱落的啊 是吧 那你看到那些照片就是万人空巷的啊 好像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 那听那些地产经纪老友说啊 就是安排上是令到呢 那所有买家聚首一堂很高兴啊 ok 非常成功啊 那重点就是 之后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 那我详实说了啦 那他有一期应该是一期来的 那还没卖的 那二百多货呢 就对着海警的 那 那 未来会卖的了 那说了说 可能加10%啦 就会卖海警单位 那其实 挺适合的啊 就是海警单位都是 加你10% 就卖给你了 那如果是真的话 那就相对于来说 就 刚刚买那些就似乎 又好像买贵了一点点啊 因为通常海警单位差20% 一点都不奇怪 那 那 那同样 那 那些二手成交店呢 又有一单出来了啊 九套山那里说 两房725万成交 业主持货9年 持货9年 就是2014年买都 都是 都要 刚刚输的 那 其实 外面楼市的压力呢 是 继续的 如果是这样 那大家就 就 有兴趣楼市那些 自己慢慢 慢慢看一下什么环境啦 因为 因为我想 详实 卖油堂楼 卖一堂 这个绝对是 医疗之内的事 啊 那 重要的就是 以后的发展是 怎样呢 那 我想 啊 我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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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子哥有什么想補充啊 我 都是引用 蔡康年裁演的一个图 嗯 是 他就给了 那个绩子 我们看 那就说 排队等车 这条龙一定长 实要忍耐 就是 那个长龙的实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一梯十一伙 即是里面的单位 我看到有大有小的 嗯 但是也都 有些是 那个单位都偏小 是纳米级的单位 但是有些也是叫做 三房啊 那样 但是这样去呢 那一梯十一伙啊 那这个盘究竟 那个 这个 design究竟 是不是一个 那么 那么优质呢 那究竟 那些人买 一万三千四 那么便宜的那些呢 或者一万四元一尺的那些单位 是不是纳米楼来的呢 那如果 那里面不是全部是纳米楼 是有纳米楼而已 嗯 那 那那些真的 我想 那就是 未来 那些楼是很不值钱的了 所以他急着卖 那如果我不用一些太复杂的方法去解释 就是 就是 长实建了 那里面 那些单位有大有小 小的那些呢 我想长实就很急着卖了 嗯 因为那些是 未来完全不值钱的东西来的 那我的了解里面呢 就是 其实 应该发展商呢 还有很多货呢 就是 一些小单位的 嗯 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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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了他起过吗 变成大单位吗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嗯 嗯 就是 其实这些事情 以前都发生过的啦 就是柏萊山区一带那么多 天后区一带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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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那些 那些 那些 那结果是怎样呢 那你再看它的楼价历史 你就知道的啦 对吧 所以 我觉得 他们长实说 哎呀 这个是我们对香港市民的心意 扑你个街啦 心意 你买楼不是赚钱 心什么意啊 你看到 如果你说那些纳米楼13,400 可能将来 不值都不顶啊 你仍然赚啊 心意,你甩货就甩货 不要说你好像因主施因给现在这些傻的买家 不要说什么,不要假扮自己很偉大 你加成基金会去捐钱给人,帮穷人,可以说自己是心意 你卖楼,不要说自己有什么心意,你吃屎啊 我这么说的 明白的,这个同情 好,就这么多 拜拜